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睡眠占到了人生中三分之一的时间 对于每个人来说,睡眠都是如此重要 一方面,它是促进人体生长发育的基础 又能补充足够的能量,维持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它帮助细胞组织的修复 能增强免疫功能,易受延年 但是睡觉可不是躺在床上,闭上眼睛那么简单的事情 看看下面这些错误,你犯过吗? 熬夜不好,但睡太早也会影响寿命 我们都知道熬夜,睡太晚不好 不仅第二天精神状态不佳 时间久了,还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 免疫力下降 腹脏功能下降 等一系列健康问题 甚至熬夜 涉及昼夜截律打乱的轮班工作 被归为了2A类致癌物 很可能对人体致癌 但你可知道,睡得太早 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加拿大迈克马斯特大学人口健康研究所 对11万2198名参与者 进行了长达9.2年的前瞻性随访 把参与者分为三组 早睡组 晚上10点前入睡 正常睡眠组 晚上10点到12点入睡 晚睡组 晚上12点后睡觉 结果发现 1. 以正常睡眠组为参照组 早睡组发生死亡和心血管的风险 增加了29% 而晚睡组则增加了11% 在调整了相关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后 这种关联性虽然有所减弱 但早睡和晚睡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仍旧增加了9%和10% 2. 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 睡觉时间与死亡及心血管事件的关联性 更为显著 更值得特别注意 因此睡太早和睡太晚都不利于健康 根据上面的研究结果 在晚上22点至24点 这段时间入睡是最好的 睡得太少太多 午睡过长都可能有害 除了要关注几点睡觉的问题 睡多久也是重中之重 睡得太多或太少 罹患疾病的可能性更高 晚上睡眠时间过多 过少都会影响健康 1. 睡眠时长会影响认知功能 北京大学发表在 Jama Network Open上的一项新研究中显示 睡眠过多可能促进体内炎症 而高浓度的炎症因子会促进动脉周样硬化 还会增加哮喘 炎症性肠道疾病 类风湿性关节炎 甚至癌症的发生 睡眠过少 则可能会增加脑肌液 淀粉样斑块和TAU蛋白的水平 也就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症风险 2. 睡眠时长与心脏病 与每晚睡7到8小时的人相比 睡5小时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 高达52% 睡10小时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 高两倍 3. 睡眠时长与抑郁风险 有研究表示 每天只睡7到9小时的人 患抑郁症可能性有27% 而睡眠时间在9小时以上的人 患抑郁症的可能性高达49% 4. 睡眠时长与死亡风险 相比每天7到9小时的睡眠 睡眠时间在7小时以下的人群 死亡风险高出了12% 而睡眠在9小时以上的人群 死亡风险高出了30% 专家表示 睡眠过多和过少 都会影响身体代谢和内分泌功能 从而引发炎症 血管损伤和昼夜节律失调 增加疾病风险 最佳睡眠时长推荐表 根据美国睡眠基金会建议 成年人最佳的睡眠时间是7至9小时 老年人为7至8小时 6到13岁儿童为9至11小时 14至17岁青少年为8到10小时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具体到个人究竟睡多久 看自己睡醒后的状况 午睡超过60分钟也有风险 午睡是很多人都有的习惯 可以帮助缓解疲劳 恢复精神 还能改善视力 增强记忆 舒缓心血管系统 让下午精力充沛 但是午睡时间过长也有风险 1.午睡超过一小时 高血糖风险增幅达4% 2.每天午睡超过一个小时的老人 患痴呆症的几率 要比普通人高出2到3倍 3.午睡超过一小时 可能增加30%的死亡风险 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 增加34% 建议10到20分钟 快速充电室的午睡 更利于恢复精力 且醒后即可快速投入工作 30分钟的午睡 有利于减缓心率 保护心脏 但醒后可能会出现 睡眠迟钝 迷迷糊糊的 过会儿才能缓解 超过30分钟 则没有必要了 睡觉不规律 比熬夜更危险 日常生活中 还有些人 经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 第二天 为了补充睡眠 则很早就睡了 又或者说 今天睡5个小时 明天补觉 睡10个小时 看似睡眠时间是不够了 但不规律睡眠 也是非常危险的 1.入睡时间 时长 差异大 美国心脏病学会期刊上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 1.睡眠时长的差异 每增加一小时 心血管疾病风险 就会上升约39% 若超过120分钟 风险可增至114% 2.当入睡时间的差异 在31分至60分钟时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增加了16% 若超过90分钟 风险就增加了111% 且入睡时间 差异每增加一小时 风险就上升18% 此外 美国一项研究发现 与一直熬夜的人相比 长期睡眠不规律的人 胰岛素敏感度更低 也更易导致基因受损 致使基因变异 增加癌症风险 因此 最好保证入睡时间点 相差30分钟以内 睡眠时长相差 少于一小时 这样规律的作息 更有利于保持昼夜节律 更健康 2.碎片化睡眠 还有一群人 经常半夜容易醒 醒后难再入睡 这种碎片化睡眠的危害 也很大 瑟列特拉维夫大学的 一项实验表明 经过8个小时 碎片化睡眠后 人的工作表现甚至 不如一晚只睡4个小时的人 另外 斯坦福大学的 一项实验证明 即使睡眠时间充足 碎片化睡眠的受试者记忆力 还是会受到严重损害 这是因为 时段时序的睡眠状态 破坏了大脑 对于信息储存加工的进程 换句话说 睡眠碎片化 会导致认知减退的风险增加 阿兹海默症发病风险增加 拥有优质睡眠 你需要这份助眠攻略 在保证充足又规律的睡眠的同时 我们还要关注睡眠质量 只有在深度睡眠的状态下 大脑皮层才会处于充分休息状态 起到更好的消除疲劳 修复机体损伤 提高免疫的作用 而且 美国斯坦福大学发现 深度睡眠较长的人 寿命也更长 睡觉多梦 夜间一醒 醒后头晕的人 可以试试下面的助眠法 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 一 关闭灯光 拉好窗帘 卧室要暗 二 关上窗户 关闭电子设备 保证安静 三 室温20摄氏度 是最舒适的睡眠温度 四 枕头高低 软硬合适 被子薄厚适当 助眠小香囊 药材 酸枣人 十五克 福神 十克 远至 十克 荷花花 十克 玫瑰花 十克 叶椒藤 十克 琥珀 两克 生白树 十克 酸枣人 安心神 福神 和叶椒藤 促进睡眠 远至和琥珀 也是 宁心 安神的 荷花花 和玫瑰花 都是 树干解育的 能够同时 治疗 心神不安 白树 健脾 用法 把上述药材 捣碎 倒入香囊 袋中 简易的 安眠香囊 就做好了 放在床头即可 一周换一次 用好天然 退黑素 退黑素 是人体脑部 松果体 分泌的激素 掌管着人体的 睡眠节律 能够有效地 缩短 睡前觉醒时间 和增强 深睡眠的时长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尤其是 35岁以后 体内自身分泌的 退黑素 明显下降 除了直接吃药剂 其实 一些天然食物 也能补充 像核桃 芝麻 燕麦 香蕉等 可以促进 人体分泌 退黑素 虾 蟹 鱼 枣类 等富含 虾青素的食物 则能够保护 退黑素 不被氧化 打开人体 自带的 助眠开关 睡前 暗揉一些穴位 能够起到 调节气血 平衡阴阳 安神定制 帮助睡眠的作用 一 百慧穴 位于 头顶正中心 不仅具有 平肝前阳 开窍 凝神的功效 还能调节 微血管的 疏缩功能 解除小动脉 精卵 达到辅助降压的作用 二 神门穴 位于手腕 小手指下方 和腕横纹的交叉点 长按神门穴 有一心气 安神的作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